感谢主 每一年年头 我都会向你们报告 教会所做的 还有你们所服侍的 你们所给付出的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再一次拍手头 他把你跟我们一起忙一下 恩典兰是一个意义的教会 是一个喜乐的教会 荣耀祖宜的教会 感谢主帮的律了 来 看圣经 三个基下第22章 21到25件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如何破底的险境 这叫做险境 险境 那各位姐妹 唯一的地方到底是上帝给 还是魔鬼 给还是自己找来的 他把你个臂肩绑架 告诉他自己找来的 自己找来的 看圣经 荣耀祖宜的基下 22章21到25件 圣经这里说 要快乐 这杯子要 各位姐妹 专心了 22章21件到25件 看圣经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耶和华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祂的一切点章 藏在我面前 祂的利便 我也未曾离去 我在祂面前做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 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照 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祂眼前的清洁 赏赐我 祂的祂 祂的一切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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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祂的道 我常遵循你的律裂 从不离开 而且我决定在祂面前 做完全的人 保守自己 远离罪孽 那这个人 祂看到一个真理 祂知道如果保守 自己圣经êtes的时候 就是整个平安的关键 蒙福的关键 所以各位兄弟 他把一问一电话 圣经 ge 带给你一次 圣经 ge?". 所以就准备 第一 你要怎么样脱离你的是险境 危险的地方 你要离开罪 他们可以帮他 大家离开罪 离开罪 看这段经文 以西界书三章 十九到二十二戒 这段经文是以西界先知 导致警告当时的人 倘若你警戒恶人 他乃不转离罪恶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他你却就自己脱离的罪 在这义人何时 离异而犯罪 我将半小时放在他的面前 他就必死 因你没有警戒他 他必死在罪中 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 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义人 使他不犯罪 他就不犯罪 他因警戒就必存活 你也必救自己脱离罪 倘若姐妹 看段经文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以色界先知在警告当时 当地的人就说 你要脱离罪 你如果脱离罪了 你就得平安 你就蒙福 倘若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人 其实已经蒙保守了 已经蒙福的人来了 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跌倒 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主的平安 因为我们参与了罪 我们参与了罪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所做的东西 不是因为我们犯罪 而是我们去做一些有机会犯罪的事情 导致我们一直不断地多了罪中 看女人 有没有杀啊 你照我男人的眼睛 就是看女人 对不对 第一个男人 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 就是最会看女人的 哇 我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对不对 所以他就遗传了个 男人看女人 但是耶稣讲那句话 如果你看着女人一下 你就犯罪 那为什么这么严重 想法 其实所有的外在的罪 就从里面而生出来的 对不对 没有里面的罪 就没有外面的罪 但是如果一个人 有了老婆 一直在看女人 看着女人 有没有罪 也是没有罪 如果她开始想 她控制她自己开始想 哇 这个女人如果跟我 那个女人如果跟我 就开始乱了 开始乱了 她这样子讲 她心里慢慢就被黑暗来 来折烟 来匆忙 甚至去看一些 暗脏的东西 慢慢她看很多别的女人 自己的太太也不想看 外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一开始同志最来的 但是呢 你接触了犯罪的机会 所以一句就 斩钉戒指的 在那边说 不要看 因为你看你会想 所以你被这里看的时候 反过来 要想的时候 去 然后看了什么来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逼连迷犯罪 有一个男人来找我辅导 她说 牧师啊 我跟了我的太太的好朋友 为什么她开始 其实没有什么的 她们两个人 就是她的好姐妹 同事 见好姐妹一起吃饭 慢慢吃饭吃饭吃饭 就来她们家 越来越多吃 越来越多吃 然后她男的 这个丈夫 就跟这个好姐妹 开始越来越接近 两个人写SMS 开始背出 SMS 马上男的阳阳 一次就验她出来喝杯咖啡 她也想跟这个男人 聊聊心事 这样子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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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聊聊聊 然后她知道 后来她们 她们已经搞 搞砸了以后 她们知道她们错 女的也知道她错 男的也知道她错 她这个同事 不能离开她 她也不能离开她 那个 那个感情 那个情感 牵引着 两个人知道错 而且背叛 然后太贴叛 她也不知道 对不对 从哪里开始 就想 想有错 没有错 但是那个开始 已经是给了那个钱 所以对不起妹 男女关系 你要小心 保守你自己脱离罪 钱财的东西 对不起妹 所有赌徒 所有赌徒 都不是因为到最后 一下子输得很多了 都是因为玩完而已 对不对 玩完的 一夜输越多 越劝越厉害 结果整个整个三家 家货人王 经家荡凡的事情 所以从那里 小小的开始 给你罪有机会 所以对不起妹 你怎么样保守 你自己充满平安 除非你愿意脱离罪 把它砍断 一切有机会犯罪的 不要过去 不要打过去 不要接近 让你自己保守正节 使你的一生 充满自己的平安 使罪的咒诅 不能临到你的身为里面 不然的话 不解妹 我们很难 保守我们自己正节 在这个充满邪恶 充满黑暗 充满污秘的世界里面 一直过我的生活 很难 很难 约在哪里呢 原来你是人 大家说你是人 你是人 是人就会犯罪 是人就会犯罪 所以大罪小罪而已 对不对 那你尽量保守 你自己更犯罪的话 你的平安的时间 就越多 越长 越久 阿们 所以你看 同学妹 险境 其实不是从上帝来 魔鬼也没有办法 给你险境 因为耶稣保守你 他那时候 是我们自己 卡进去的 第二 我来看 你怎么样 托立你的险境 我看 大家说 你要龙色 你要龙色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九 这世界 这世界 我们看三十世界就好了 他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罪过得到赦免 三集里面告诉我们说 是上帝把我们从回安里面 牵到他的国里面 把我们牵到一千 搬牵到上帝的国里面 保守着我们 爱我们 然后用他的儿子的血 洁净我们 耶稣基督上司 就是为了赦免我们 一个犯罪的人 需要了什么 不是做好事 一个犯罪的人 其实就是需要赦免 你看 在监牢里面 那个死囚 死囚 死亡的囚犯 其实他不是要在监牢里面 抓紧 保守的好的行为 或者是 派东西给人家吃 好的不是 他其实最需要的 就是赦免 今天只有 最公义的 公义的神 耶和华上帝 是审判人的 所以他 审判人的生命 但是他却爱我们 他牺牲的儿子 耶稣基督上司之家 就是为了救你 原谅 社灵 那众姐妹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犯罪 而且我们的罪 不停地在 引起那个众主 直到我们的生命 落入黑暗里面 所以你需要的什么 你需要主的赦免 那众姐妹 众多基督徒有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说我们信主以后呢 我们不会犯罪 而且我们不需要在 这个主的面前 行求主的赦免 其实我告诉你 众姐妹 每一天的生活 你要监察你自己 你要看你自己 哪里犯罪 然后每一天求他生命 原谅你 每一天求主的保守 遮益自己的罪 原因在哪里 这样子的人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告诉你 这样子的人会越来越属灵 这样子的人 常常监察自己的罪 在生命面前 这样子的人 他会属灵生命 不断地增长 因为他认识自己 他谨慎自己 他提防自己 他在主人面前 尽量保守自己 圣洁 使自己荣耀上帝的名 这样子的人 我告诉你 他一生都平安了 一生都无福人 因为他爱主 基督徒倒反而来想 当我们信主了以后 我们浪用上帝的恩典 觉得说 这样子的话 我们信主了以后 我们已经得救了 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不会跌倒了 反而这样子的 更加危险 所以保隆讲的一句话 上帝给你恩典 你怎么能 浪用上帝的恩典 所以各位姐妹 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们是一个罪人 蒙恩的罪人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主的赦免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们要审查 我们今天到底 做错了什么 今天主耶稣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有什么需要我去改变的吗 需要我去突破的吗 需要我在上帝的面前 求饶恕 求赦免 让他保险遮盖我 洗尽我 拖击我们生命的 罪的咒诅 使我活的平安 使我活的喜乐 使我的手很通 对不对 特别你在 你在有经济状况 对不对 做生意的 对不对 你更要保守你自己的 你不要让你的罪 阻挡了上帝的赐福到你生命 所以当你在闯业 当你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赚钱或者赚生活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要更加舒服 更加圣洁 因为你需要上帝的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他把你不必讲的 他告诉他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诗经人们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人告诉我们什么 若心中注重罪孽 主逼不停 若心中注重罪孽 主逼不停 所以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导致 怎么样得功垂经呢 除非你愿意 常常在主的面前 来审查自己 求主连续你 赦免你 过着圣洁生活 对不对 最后第三 来 你怎么样脱离你的血 大家说你要追求义 你要追求义 对不对 各位姐妹 我们看段经人 诗篇第十五篇 一至五节 一定要看段经人 我们看大卫的诗 耶娃 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 财阳 财瓣人 财阳 财磅人 财磅人 负二代朋友 负水果 毀磅 毀磅 淋漓 他眼中藐视 肥肥 却尊重了敬畏耶路华的人 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他不放在取利 不受贿赂 以害无辜 行这些誓的人 逼什么 行这些事的人并不动摇 大卫王一生看见一件真理 他说一个义人在主的面前 永远不动摇的 所以我们不用怕魔鬼来攻击我们 我们不用怕市场怎么样的动乱 我们不用怕政治怎么样变化 只要你敬畏神 你寻求是一个在主的面前的义人的话 我告诉你这样子的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 任何的环境底下都平安的 因为上帝与保守他 使他永不动摇 阿们 各位姐妹怎么样寻求呢 大卫有很清楚的讲这件事情 他说他一生追求什么 第一大家跟着我一起说 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理说诚实话 各位姐妹 今天你无论做什么东西 你要想一件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 恶乎上帝的心意吗 就是公义 因为上帝就是公义的标准 我做这件事情 恶乎上帝的心意吗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标准 当你跟随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你就收钱 我做这件事情 公平吗 如我上帝看来 如果是上帝所奠定的公灵呢 就是你的公灵 所以不用以你自己为主 很多时候 我说对就是对你的老婆 我说我说对你是对 我说对你是对 我说对你是对 我告诉你是人的 还是有错的机会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过一个圣洁公日的生活 今天有一点想 我做这件事情 上帝洗脸了 上帝的感觉如何如何做 如果你心里觉得不对劲 你就诚实的认罪 把它弄好了 这样子的行为叫义人的行为 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继续的 一直不断的努力去做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一个公义的生命 上帝要祝福你 使你再次永不动摇 Amen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都攻击不到你 你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 在上帝的面前 行正义的人 上帝会祝福你 使你永不动摇 Amen 各位姐妹 今天你的生命 不是要看市场 看环境 看情况 反而你今天 更加要努力的是 追求上帝的义 当你是一个义人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上帝在你的生命 必须动功 上帝必保守你 脱离一切的地下 困境 使你生命 不断的丰盛起来 因为你是上帝心中的人 Amen 你跟别的肩膀 Amen 你跟别的肩膀 要做上帝的心上人 Amen Amen 当你成为上帝的心上人 不告诉你 你不定蒙福 Amen 你跟别的要吗 先把你再告诉你 你跟别蒙福 你不蒙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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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